已经冒几代了 所以说看现在 你能拿手机听一下 看看微博怎么样 最近就是说 一直提这个贸易战 对这个房价的影响 我们其实解释了 影响它不太大 比方说 房价是有两方面增长 第一个是实际增长 我们说要有经济增长 作为支撑 就是经济增长了以后 人就来了 人是趋利避害的 人来了以后 他就需要住房 尤其你经济增长以后 大家好赚钱嘛 这是实际增长 它还有一个就叫民意增长 比方说贸易战导致了经济 中国经济的确会受影响 但是我们现在政府 已经采取了一些应对策略 比方说前期有说 前期说的那个叫 就是我们降准的 或者说 算是那些政策的层面了 我们那个理解是 应该是理解价格里面 应该都有写这些 就是说他会通过一些 增加货币之类的事情 会解决这些问题 包括政策会有些刺激 比方大规模建设 铁工机对吧 就是铁路啊 公路和基础建设 早几年我们不是有 早几年我们经济有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坐了很多高铁嘛 现在中国高铁全世界第一了 这也是我们的高铁红利 以后郑州这种城市就很获利很分厚 其实我们还要搞清楚一个 这个贸易战的对双方的影响 我们说的那个叫 关税是收自己国家的 不是收对方的 现在是政客们要用这种话来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目的了 就说 我一个东西本来卖一块钱 这时候呢 关税说加两毛 那这个东西呢 他们本国人买就买到了一块二了 不见得是说 你卖 我卖一块钱 然后你 就是我卖了一块钱 然后你加两毛钱税 我就要卖八毛 不一定这么回事 所以说一般收关税 是对自己国家的人影响很大 对国家的国家没有那么大影响 比较重要的是 这是特朗普说的 也就是一个贸易逆差 我们讲过逆差是吧 逆差就是我们赚的钱多 花的钱少了 但我们对货币稍微了解的人来讲 你赚多花少 这不见得一定是好事是吧 也不见得一定是坏事 但是我们中国已经答应了 说我们会增加贸易 就是我们可能会粮食 比方大豆什么的 我们多买一些就完了 这事 这事已经基本上解决了 另外的问题是 另外的问题是指这个叫 哪是呢 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 我当然不太那个 我在网上是放弃不落钱的 但是对有一些科研机构 它说知识产权也算无可厚非 因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不来源于生产 而来源于技术进步 就比方说 我现在用苹果手机对吧 他一个苹果 乔布什一个伟大的发明企业家 对吧 他做了一个苹果 可能中国产生了一个富士康 一个富士康就雇佣百万个员工 一百万员工可能就带动了 对吧 几百万的就业 所以说 如果他要求保护点知识产权 我们现在也不是穷 穷的那种家底 所以说我们付一点费 也没什么问题 我们付点费用就 能要这个 就是我们买到更好的技术 我们讲这个比较优势吗 不是讲绝对优势 就是说 他美国人适合做 就像我说 这个乔布什啊 你比方说 还有鞋什么扎克哥 什么之类的 他们就是有这个创造能力 而中国现在好像 没有出现这种天才 对吧 像爱迪生什么之类的 中国没有这种天才 那我们适合生产 那我们就 我们生产的 我们就花点钱 去买人家技术 他们适合发明 然后呢 我们就 或者是创造 他们卖我们一点东西 然后买我们的生产 这就是个互利的过程 所以说贸易战打 是双输的事情 所以说 现在已经2000亿已经 好像2000亿是吧 是多少亿的 国税已经开始增了 但这种 对整个贸易的差距不大 这个只是 大家互相 谈判的一个筹码 谈判嘛 谈判就是一个 妥协的过程 就 我们很多人 对这个事情不太认可 一般都觉得 谈判 你刀架我脖子上 我一定要跟你拼命 这个不是 刀架到自己脖子上的时候 千万不要拼命 因为那除了死 什么也做不到 那你就应该 是认识就好了 而且我们不说 就说加关税 是加自己国家的人 那对方愿意加就加嘛 我们可以不加 我们不应该应战 当然了 我们不太清楚 他们管理层的想法 但如果我们不应战最好 我相信管理层的智慧 那只是口罩喊一喊 这个两千亿 也不是什么大事 这个猫尾一战 现在已经谈第十轮了 可能对 相信应该他们会达成一些事情 不会说是那种稀罗糊涂的 后来还是会解决 我们不用太担心 即便我说就是经济差了 我们会通过货币政策 这个是历年历代的政府 都这么做的 就是说你只要经济差 他就会超发货币 他只要超发货币 那你谁先贷款 谁就划算了 我们去年一直反复强调是 中国的房价进入一轮 新一轮的上涨 不是我们的 不好意思 刚刚是有电话打过来 就是我们经济 我们说房价上 进入一轮新的上涨 而不是说经济进入 新一轮上涨 道理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的 因为经济在下滑 我们会增加货币供给 我们会比方降准这些事情 降息这几轮了 我都记不住了 就是降息降准 导致货币多了 货币多 我们一直强调说 货币它不是中性的吗 它不是说货币说 发出来 就是国家多出来 一万块钱货币 每个人 十个人 每人就分一千 不是这么回事吗 它就有哪个行业更好 比方说 我们说房产和金融行业 它就先拿到钱 他们拿到钱以后呢 这个市场的物价是没有涨的 就是没有动 但他们钱却多了 这些人 这些多拿钱的人先去买了物 就是商品 当然他不会去买那个什么 大豆玉米 对吧 你放不住 对吧 也不可能买大蒜 他可能就去买房子和一些其他优质资产 大家买了这个制裁以后 然后就会 他先拿钱的人呢 什么也没干 但是物价也没有变 他就先买了商品 因为他一买这商品 编辑价格 决定整体价格嘛 就是最后一个单位的价格 决定整体的价格 他们把最后那个单位 比方说 有三个价钱 一块 两块 三块 他把一块钱那个买走了 然后市场上的就剩两块和三块的了 这时候编辑价格 就是最后那个价格 决定了整体价格 就是这整体价格最低是两块了 房价就这样嘛 也就是说这些新大货币的人 他们会突然间出现市场 就把那个最低价的一个房子 买走了那几个 导致所有的房价 就变成了两块钱的了 就涨了 这就是 我们为什么发现 一旦经济不好的 当然了 你还是要看经济有期稳迹象 或者是政府已经开始有 就是政府已经意识到 因为有时候政府反应比较迟钝嘛 那不是迟钝 它一个大的机构 总是也会 这时候它的货币可能增成跟不上 那你不能买 这时候买可能还会跌 当我们发现已经开始降息 比方说像中国已经分类调控 分类调控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就是你那种行 你就调 不行就别调了 大概这意思 但是因为领导没有像我这么直白的说 那地方官员可能也不敢执行 这个涉及政治敏感 先不说它 就是说我们政府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判断 就是我们发现经济下行不行 那我们就开始增加贷款 增加贷款 这就是增加货币 这时候增加货币 就是我们第一时间 作为我们的会员 别人我们不管 我们第一时间就是要去抢那个货币 谁抢的货币 就是谁就是先拿到钱那个人 就是你拿到先拿到钱那个人 就把这个 就把这个一二三块 不是一块两 不是一块两块三块的 一块钱的东西先买走 你买走以后 市场只有两块和三块的了 你手里的那个东西也值两块钱 就保险估计就是值两块钱 这时候整个市场的 就是相对来讲 整个市场房价就涨了 然后呢 拿到你这笔钱的人 他们通过消费 或者投费投资 他就把钱花出去了 他花出去之后 其他人又赚到这个钱 这些人赚到 就是人富裕了以后 最大的需求是什么 就是衣食住行这几样 现在只有住房没解决嘛 你行 大家都买得起汽车 对吧 你就是除了一点 我买个几万的 我好一点的 我买个百八十万的 也就到头了 这家都能买得起 那么衣服什么 就更不用说了嘛 我吃的 现在像我这种人都不想吃 不敢吃了 对吧 你就剩住房 所以这时候你买 优质城市核心位置的 一些住房 这时候你的 你那个是抢手货 因为这些人 再赚了钱以后 他们还会再去 买这些房产 就是还是会去买 他不买你 他要买别人的嘛 这些人冲过去 把两块钱的东西 买走了 就是第二批拿到钱的人 把两块钱房产买走了 你们想想 现在市场剩下什么了 就剩下三块钱的房了 也就是说 你一个经济周期 造成房价涨一倍 这是很容易出现的 一倍两倍很正常 而事实上 远远有的时候 往往皮着还多 然后你就一块 你买一块钱 那个房产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个单位好了 当然还说一块钱 好听一点 你做一个 你买一块钱 那个房价的时候 你只付了 盆子30的首付 因为我们现在 这有很多方法嘛 就我名下的房子 都是30% 当然有一两套 特别的 就是我是亲朋好友 抵给我那种 如果你三成首付 你想你买了个 一块钱的房子 就你花三毛 房价涨了两块的时候 你是赚了一块 对吧 但对你的本金来讲 那赚了三倍了 所以说这样 你就很赚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说贸易战 对谁有影响 说对基层工人 他们很吃亏 就前期会很吃亏 尤其做那些 外贸出口型的 比方说人家收税 因为你要涨到了 一块二嘛 就是我们说 原来你是 卖一块钱的东西 因为他加两毛钱 你卖一块二 这时候你的消 就是对方的国家的 消费率会降低 这一个家庭 只能花一块钱 去买东西 这时候因为加关税 要卖一块二了 他可能就买不起了 所以这样 对外贸出口型的行业 就是有致命的打击 一些当然是产能不好的了 你要利润够高的 就没事 但是你对哪个 这是前期 对外贸的不好 然后后期一点的 会对 就中国大搞基建的时候 会导致一些 利回统的对吧 我们说可能 就是这些基建的工人 可能赚了 基建这些工人 开始有钱 那他比他更有钱的 就那包工头嘛 这些小包工头呢 只要拿到钱 其实就是头也不回的 就会冲冲向售楼出 这不是开开玩笑 是真的 基本上 我认识的一些小工头 基本都是这么一个套路 就是说 一听说 工程款拿过来 先留出了一个首付款 就去买房子 为啥 我不买房子 真是亏啊 因为他你想 像我一块40岁的人了嘛 身边有一些人 就从一开始 就开始经历这个方向 涨了 就是赚钱 想赚钱买房 房价跑得更快 然后他就赚了点钱 又想买房 房价跑得更快 他就越来越对不上 最后来也都明白了 那就是拿了钱 赚钱去买房子 大概就这么个状态 所以说贸易战 对我们的整个 对我们投资房产的人 当然你就不能 投资一个不好的 我们意思 我们为什么敢保证 说我们投资会赚钱 是因为我们投资好的房产 好就这么 就这么两个要求嘛 就是这个 优质城市核心位置 优质城市 就是看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快 你人就来了 这是反复再重复的 说的事 对吧 你好 去跟党招 我们有人来 那个没事 就我们这家人嘛 家人手的事 让他们再解决 所以说你只要买好的 大家 因为经济下滑 或者不好 我们刚刚说那个嘛 你第一批拿钱的人 他去买房子 他本来就断了 他是富人 他富人 他就会到那些 更好的地方去 然后 第二批拿到钱的人呢 他也会抢富人的 不是抢了 他也会抢资源嘛 他也会买富人的东西 但是又往后期 你看好 最后拿钱的人很吃亏 物价已涨了 从一块涨到两块 从两块都涨到三块了 就是第三梯队 拿到钱的人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底层 但这个没有贬义 我们就必须分个城 好听一点 所以这些 所谓底层的人 就很吃亏 我以前呢 大概这么写 就是说你第一个人呢 是拿到了一块钱 然后买了不涨价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呢 同样拿到一块钱 他房价 他多拿了一块钱 他房价涨了两毛 涨了五毛 而第三个人呢 拿钱呢 实际上当于说 我只多拿 我工资 多涨了一块 但物价涨了两块 他最后人很吃亏 所以我们这个货卫制度 就是一直在欺负穷人 就特别欺负 但是欺负这个 还不是最穷的 就是像我最穷 我一毛钱也不存 我就没有钱 我就是今天打了工 回来就吃饭了 就花了 这种人也不受欺负 因为他的工 虽然你的物价在上涨 但他的工资也在上涨 但是呢 什么就是 就是你有一点钱的人 就很吃亏 对吧 就是你有一百万 我不讲过吗 如果你啊 每年收入一万块的 就你 十万块吧 就是我们现在 普通家庭收入 每年存十万块 这也算不错了 如果你每年存十万块 你存十万 你存十年 你就存了一百万 就你就很吃亏了 因为第十个年头 第十一个年头 你又存了十万 这样你家里就有110万 但是因为 每年货币的购买力损失呢 就超过了10% 中国的货币损失 其实 中国虽然在 严格意义上是没有通胀的 虽然没有通胀 但是我们的货币损失力 还是很低 因为 以前有会员问过这个事 就说 为什么我们的那个 就这个 就是物价增长 可能也就是 百分之二三 对吧 那你怎么能说 有百分之十损失了 是因为我们经济 还有增长 理论上 就是我们生产力 还有增长 你生产力增长了 理论上物价 是每年应该下降的 就说 真实情况下 就是以前我一个人 可能只能产一百斤粮食 这时候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的一百斤粮食 第二年呢 我的生产力就提高了 比方种植技术 化合农药 我第二年提升了 我能种两百斤粮食 如果是 资厂的钱没有变 还是一百块钱 也就是说 我一斤粮食变五毛了 就这么简单点吃 但是你要实际上想一想 我们 就是说 常有人说那句话嘛 天下没有 质长不堆的东西 你们只回忆一下 有什么东西 质长 不是 有跌过的 就跌的东西特别少 跌过东西 只有两种特性 第一种就是 完全没人用了 就是特别年纪 就是特别老的东西 比方说 缝印机 因为大家有钱买衣服 不会就要用缝印机了 缝印机可能会 会没价值 对吧 再就是技术进步特别快 就说像自行车 就单车这个东西 它技术进步的特别快 然后导致了这个 技术进步的速度 超过了这个货币 所以它就会降价 除了这些 除了这个 就是说 完全没有人用的东西 和技术进步 能代替的东西 任何东西都在讲价 你们直接可以回忆一下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四百块钱 每个月要给我妈 送两百五嘛 二百五 这个词也不太合适 一百五十块钱 是我要吃喝拉茶用 我也是个年轻小伙子 就是一百五十块钱 就是我够用的 这事情并不长 因为那种是 那种高校里面 就那样 工资命不高 所以说 你要想一下 今天你请任何一个人 一个月四百块 都是做不到的 我们其他物价都这样 其实大部分东西 是值涨不低 而不是他们那些人 随便说的说 物价哪有值涨不低的 不是 其实如果我们中观历史 不管是 任何一个国家 在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 尤其在城市化进程中 好位置的房产 都涨得很快 一直都在涨 今天的你说纽约 对吧 还是你巴黎 你这些地方 它也在涨啊 只是它可能是 老龄化特别严重 然后没有城市化进程以后 它可能涨得慢了 或者稍微有点波动 可能会稍微大一点 但长期可还是涨的 只有特例 比方说我们说 香港 香港那是一个 连政治家货币的问题 这个你们看理解 货币单张 后面有点写 在这里就不方便说了 你看日本就是 它有一些的应对策略的 应对策略的问题 所以说 我们不能拿这两个 作为个例 那也是它政府算坏了 日本人就是那种 精算有余 大格局不足的 就是战术有余 战略不足的 那么一个民族 它还照比中国人 质款还是有点差 大家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同 德国就更不用说了 德国就是说 它就是东西德合并 东德是计划经济 那么多年 它那房价是零 对吧 加上那个西德是 西德是这个 就是西德的工业很好 我们经常买西德 西德的那个 一些工具类的很好 所以西德这次走了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这种道路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道路 这样它的房价很高 好 那就我们 我们先不说这个了 这个就是说我们贸易战 对我们这个没有 几乎没有影响了 就是有影响 也是影响了一个 最不好的那步 因为就是他们最后 拿钱发现 就拿钱最差的那部人 他们因为拿钱太慢 然后拿到钱之后 物压涨太多 所以他们在小地方 就更难不及去 他们要往大城市走 这样导致大城市 因为到大城市就好赚钱 大家因为涨了建设 以后好赚钱 他们就开始买 这样子就 就他们可以 又增加了买房子的这一块 你是要问我事是吧 那个 昨天直播里面 那个会员有些问题 然后我们在这回答 这个事就是想说这事 一下这一扯就远了 那个 我们现在就有会员 至于说 这个我付了会员费 再出这个时钞费 是不是始终重了 重整这个没有 因为它是两个事 会员费是看我们那些文章 和我一些互动 或者是问答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时钞 这可能有些人 还到现在没理解 就是有一些人 他是没有 就是行动能力的 对吧 因为我对未来不确定的时候 我行动力会弱 他是对未来没有确定 那怎么办呢 就是他对未来 他没有 就没有行动力 或者是害怕风险之类的 现在等于是 我就说大家 你不管是本科毕业了 还是硕士毕业了 那有一些人呢 真的就是毕不了业 那这时候呢 我就调一些学霸 刚刚还有来人嘛 就说我调几个学霸 尤其像小鱼 他们时钞很多嘛 所以说他这个 就是他就本来 他们是我会员 我本来没有想做这个事 这些会员 他们本来又有时钞 我就很信任他们 这样子 让他们带着大家 包括我们还在会员里面 其他挑人 刚刚就来了一位 这些只有做好了以后 我们就会爆出来 如果我们要是说 没有做好 我们就把这个人 谁谁谁抱出来了 其实会容易出现误导 这个大家要理解一下 因为他们本人 有些也不愿意露面 人家说我也是来做事 做完事我想怎么样 或者他想自己 跟我有点经验之类的 或者有的真的 就出于兴趣爱好 就说来看李荣有事 来帮忙 他们暂时还不想露面 我们就先不为难他们 因为你直接露了面 如果事情没做好 大家都很尴尬嘛 你说 我说这个人不行 我这不吵了 你说你合适吗 也不合适 我稍等一下 没说完 真的没说完 然后我现在就是说 让学霸带着没学会的 或者着急要做事的人 先去做事 这样子就会减轻 他们的学习压力 每个人的禀赋 真的不一样 我可能就擅长 写那些逻辑性的东西 我就语言组织的东西 就不行 对吧 有的人就长得漂亮 他可能就不适合干体力活 就像这样子 有的人真的不太适合读文章 但他可能别的方面又很强 这时候就需要 有那些适合读文章 或者像包括我这种人 能帮他把控风险 所以说大家来 做那个实操那部分 就是为了 让我们这个团队经营下去 能活下去 因为活下去 我们对长假风险把控 和就是比方说 我说要我要做 为了那些事情 包括这个团队精神 都可以传承下去 如果说大家都没付费 我连 你没给我付费的话 我们其实不是我 现在到现在这个 都是我自掏腰包的嘛 因为我不知道 你实现能过这么多费用 就说 让我们这个团队 能传承下去 然后我们团队能要求你 就是你付了费用 你可以说 我付了费用 你要帮我把这个方案做好 对吧 然后具体做哪步 你要告诉我 然后 我对对方也能有要求 我们团队说 你现在做到这个 你要 比方说你要把什么东西做好 很简单吧 对吧 你要把社保挂到哪里 你要把你的工资流水 找到哪里 这些事情 他命令对方 就互相都会有个制约 如果一分钱没有 其实那就是在开玩笑的 是吧 你说什么也没有用 而且你不要 尤其有的 可能有点愤怒的 认为说是多受费 那么这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解释过 有个叫帕雷托改进 什么叫帕雷托改进呢 就是说 我们在文章里有写过 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 重新组织一次 让一个人 至少一个人受益 而所有人不受损失 这种事情可以做的 比方说 我们一起挤点只去买房子 那我们跟银行 还是中介的谈判能力都很强 我们的费用就会降到 比正常情况低很多 最重要一点是没有风险了 就是他们不敢骗你了 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说就是 不是说针对会员们 就我自己找钱找去买房子 也是很吃亏的 就是我交了钱以后 我就很迷茫 我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他们就会被他们牵着走 那就是我们利益相抵触 他不会给我找那个 我认为最好的房子 他会找他认为找最好的房子 他认为最好的房子 他认为最好的房子 就是他提升多 但那种提升多的房子 一定就不好 所以这样就我们利益受阻 抵触都会有问题 所以说 我们这次的所谓的帕雷托改进 你想想 因为我有收费 我们这个团队可以继续传统 然后包括 我不是还要交其他城市的会员吗 然后我们在各个全国各地 都可以铺开这种事点去做 然后让我们所谓的 每一个弱势的个体捆到一起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 做得更好 这是一方面 然后对会员来讲 因为有我的方式 因为毕竟有些人真的 这文章还没看 有我的私度和我投资的这些经验 加上我找的这些团队的人 我们这些人呢 帮你把控风险 第一 我们是把所有风险去掉以后 在这个框架内开始努力 而且都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 所有东西合法 然后保证没有风险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框架做到极限 对 我写过这个 叫什么 理解这个叫什么 恪守规则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那个理解 那个边界的重要性 就是说你不要突破 那个边境去做事 你要想想 比方说 我可能就 可能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你告诉我什么情况 我就告诉人家怎么做 这时候呢 我可能就会告诉你 你这个真信不可以查 对吧 你可能不查 前段时间就有一个朋友的朋友 也几千万的房子 对吧 查真信 查14次 一毛钱没带下来嘛 真信就查花了 所以我要求我们 首先要求我们的所有人 不做饿嘛 第一个就是 你不做就不做事 第一个就是 首先不能违法 第二个 你不能把真信搞烂了 这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 可能对我们普通来讲 这不很正常 这是平常人要做的 但对有些人来讲 可能就是不注意 比方说别人打我一拳 我可能就踢他一脚 但是这你可能就进去了 你进去之后 你就有个犯罪记录 那你可能就 希望就不大了 那你可能就 不是希望不大 那你可能就要代辞了 或者是刷别人的这些 这些记录 就包装别人 不是要不要了 就是经营好别人了 别人 不能经营好自己 因为你经营好自己 没有用嘛 你有犯罪记录 或者你的真信 我的真信就是很烂的 他可能就点几个网贷 也还不上什么之类的 我们就麻烦了 所以说就是 会员是得到一个收益的 我们这边团队 可以经营下去 然后对其他行业 也没有损失啊 以前那个中间 他只做一个生意 现在可以做十个 以前做一个生意 要做要赚十块钱 那现在做我们十个生意 你一个赚两块钱 你都很划算了 对吧 甚至我们可能给你 给你四块钱 给你五块钱 他也很划算 就是我们这里 所有人都是收益的 最重要就是 我把这一群 要十超的人领出去以后 问答和其他一些 手碎的事情就会少 因为他不懂的 就直接通过这个十超 就自己做一遍就会了 所以我说终身制 终身制我不担心 很多人认为 你终身制这位忽悠嘛 对吧 你怎么可能做一辈子 对 因为我不需要做一辈子 我很有这个自信 我跟你买过 我跟某某 做过几套运转先来 你说再笨的人 也不会傻到那个时候 说我第一套这么买了 我第二套 我就不会这么买了 那第二套不会 你还有第三套嘛 你可能买几次以后 你这样就全会了 如果你全会了 你还需要我终身吗 不会 你只会在人生 大方向的时候 你可能 将来可能 我们会加工作微信 对吧 这些人 我加了工作微信以后 大家可能打电话说 例如我现在有什么 什么方向性的问题 我请教一下 他了不起就问我这个 他不可能傻到 那个废人说 你有什么 就是我买一 我买十套房 我就找你十次 找一百套 我就做一百 是不会的 因为他跟我共同 他也有实验成本嘛 当他懂了以后 就不会那么早 所以我做的终身制 是到后期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 有一些大的方向 一两句话就说好了 不用那么复杂 所以终身制 这个事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我不做的 这个系统 现在还也会传承下去 你不用太担心 你说什么 然后那个终身认表 多是外地全国会报 怎么 可以 这个因为我就是 我现在招的会 就是招的什么 这个会员做助理 刚刚来那位 我是说他咱俩还不方便露脸 昨天我们介绍三个人 中间有一个我也没介绍 那你认识的就认识了 不认识就算了 就他们必须把事情做好 以后他愿意公开 我会扯给 扯会公开他是谁 人家万一没做好 或者万一真的不适合 在网上公开了以后 大家在群里面都不好 都不好见面了 是吧 就是大家会很尴尬 所以我会招一些人过来 一是他能帮我做事 但我会付薪水给他 然后二是呢 就是说 就是后面呢 我会 他们才会 有一些人会 两方面 一种就是跟着我了 跟着我做好之后 就自己愿意单费就好了 然后另外一方面 他就是会回到各个内地 你想 因为跟我们有共识过 包括我们的投资理念 就是我们的文章 大家应该看 能看懂的人应该知道 就是我们是 我们会把这些人做得很专业 然后这样子 他们到内地再去做的时候 会帮大家把事情做好 如果比方说 或者我们其他方案都做好了 你就是差买个房子 你在本地中介找一个 你有自己信的过中介 也不需要我们介绍啊 你就找个中介 把房子买了就好了 然后你后面 就是买成什么样子 买在哪 这些事情我们再帮你处理 然后 或者你选来几个地方 你认为好的 我大部分是给你们选 如果你们没有选择的前提能力的时候 我告诉你 选择哪块哪块哪块 也是让你们选为主 这就是房子作恶嘛 对吧 我给你指定一个房子买 那你想想 我倒是不是干中介的 那就麻烦了 所以说你各个城市 因为投资的理念是通的 对吧 其实世上的万事万物 它在顶端都是相通的 它不是说我们 不是说我们现在说 那个说每个科都是独立的 没有这么个情况 它的思想都差不多 其实最简单 我们以前的文章有介绍过吗 你看那些事业成功的人 他都愿意标榜自己的东西好 为什么 他真的好 他因为真的好 他才 你俩到一边 就是那个 他是因为真的好 所以说 他把那个事业做好 如果你做的一个事业不好 或者你的心态本身就不好 或者本来就有诈骗的 咱们不要说诈骗 就有些不好的行为 这个人就不自信 这个人就不敢说 我东西好 来买我的 这种人很少 其实那除非有一些 特殊行业 我们就不介绍他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 是这样子 就是说 你要去做那些好的事情 对社会贡献大 当你贡献大了以后 他就有人给你付费了 你就是你拦都拦不住 所以说 我们就先把好的 中国市场这么大 好的事情很多 做好的事情就好了 什么 昨天还有人问说 那个现在这么多人 你这个团队 刚刚成立能忙过来吗 团队能啊 我现在是 我们报多少人 我们就在会员里 因为这些人在平时 评论和留言中 我知道他们什么水平 我就会 私下里跟他说 因为你看大家 有的都很着急过来了 但是有的人 可能还暂时不适合 其实所有人 我基本上 慢慢的都会安排 但我现在要安排的 就是要跟我的 就是投资示威是相同的 我们说要有个精英团队 因为我们前面做这一批 就是比方我们招了一百个 要比方说就是有一百个 这个要参加这个购房计划 这种需要这种摇篮计划的人 我可能就会找十个学霸过来 其实不用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三个 这三个 我你们就不用担心 我在从基层理论 还是从超市 没有任何问题 小鱼就像年纪很小 这是个学习的榜样 昨天还有人问 那么小年纪 他怎么可能买房呢 我就想 这就是真的 就骑驴那个人 就像骑驴那个人说 人怎么可能上天一样 对吧 但你会坐飞机的人 他就是会上天的 这个我能怎么跟你解释呢 我又不能说 小鱼你把你家房产 你把钱拿出来给我看看 也不合适嘛 他刚刚人家不想露面的 我都直接安排办公室里去了 对 是跟年龄没有任何关系 其实 当然也有嘛 你不成年肯定不行 你要其他的 因为尤其前面赶 那几年上涨是头好的 05 06年 我跟你说过吧 就是05到 不是 15到16年的时候 单个人买30个 30套房子 上的人是大有人债的 这个你不用太顾虑 那些人就是有那个本事 大部分的人就是 但是 招式都一样 就跟我写的东西 没什么区别 只是可能要计划一点 或者需要我来带一下 因为有的人走不 迈不出第一步嘛 东西都是一样 思想方式也一样 只是他运用的东西 运用的策略 更好一点 仅此而已 没有任何运用的东西 就是我们这里面要强调 我们跟违法乱记忆的事 或者是跟那些 我们说那个不正当的事情 我们都不会去碰 连碰碰 那些大部分是基金 到什么程度 他们后面有知道 我要能拿到什么东西 我就现在有 我平时房价不怎么涨 涨得慢的时候 我就一直积累钱 我一发现 像我们刚刚说 那个政策有变动的时候 我就全部钱 全部买 买进去 买进去之后 因为他知道钱会多嘛 钱一多 那个卡贷款的 他也多了 他这些东西一多 他后面事情就很好解决 而且这些心态很好 你看我们一般在网上 一般骂我的都很极端 房价跌了你怎么样 第一个我就没有 我就这么幸运 没买过跌的房子 因为短期会出现一点波动的 也有 我就是跌一点的 但是我可能扛过一年半年 他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不是说 我去年那个朋友 我就说 他买钱 他买八百多万的房子 然后他买完之后 三证合一 他那个税 我昨天因为在这边说了 我还专门问他 他税就十几万 不到十万可能是多 那意思 因为他这税根本就不高 然后 后来三证一合一 就八十多万的税 加上房价这段时间 有过一年 大概百分之十是肯定没问题 就他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拿到手了 如果他这时候买 就至少要是百分之二十 那也可能就是一百六十万 八千八千加可能就两百万损失 所以说房子就是要找买 而且那些人 他有这么个想法 就是说 我买的房子如果是好的 就是我有多少债务 我就有多少 我有多少负债 我有多少资产 他俩是平的吗 没有说我有了负债 我就活不了了 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如果你的资产是好的 就像你拿一块钱 买了一瓶矿泉水 你说你现在就是 负债累累了吗 不是这么回事吗 因为那矿泉水 还是一块钱呢 那房子是硬通货 就是很多人就说 房价下跌怎么样 因为房子 尤其你第一套 你会多多要有这个顾虑 但我们知道你的负债多高 你只要资产是底的 就是平衡的 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知道没有高 剩下你只是多付点利息 因为你没有本金嘛 你就要付点利息 然后那些人 可能房子稍微一多 他们大部分我聊天的时候 我就你看 这种怎么回 他说你跟他说我有房啊 就是专业投的 那他们比我还要专业 他们就比较激进 就说我有房啊 我说我这么回 别人也听不懂 他说对呀 很简单点事吗 我花了对吧 花了三千万 那我有三千万资产放在那里 我有什么好害怕的 跟我没关系 是吧 他涨了我就赚了嘛 他亏了也没关系 我就去约供就行了 一般大家 因为他房子多 他都是独立运营的 我买一套是这么运营 我买第二套也还这么运营 他每套 除了他买一套和一百套 是没有区别的 就没有什么区别 他也不害怕 就了不起 我说我卖套房子 什么都解决了 因为你卖套贵的房子 你的所有债务比例下降 然后你还能拿出来 就很多首付款继续运功嘛 没有问题 你看啊 我们可以再捋下来龙去脉 就我本来是写微博 一个很无聊的一个人 然后呢 就新浪抬举我 就说找到我说 哎 你可以开个微加 然后顺便还给我涨粉 也就是说 那种就灌粉哈 怎么说的 然后我就在写 那时候因为费用也不高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太细心 所以那时候连微信群 就连微信群都没拿过嘛 我觉得我慢慢写 写一写 它这个量就在大 好像我一开 这个叫微加的时候 好像我就是最多的 就是一开 但是因为也没有 也没有多少人嘛 然后就不太着急写 然后 但是我还是很 这是人的饼 就是饼性的问题 就是本性的问题 我就是比较细心的写嘛 你们可以第一课开始看 然后我写 大概写完之后 有两个月我就没写 不是 这两个月我也就写 大概写了通货膨胀 我写了三篇 一两个月 然后我都是公开的 我以为是半年过去 就没事了嘛 这个 这个会员费 然后没想到 它那东西是自动的 因为它一直有人在去 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时候我也没有看到过 我账号里有钱 我知道有钱 但我不知道在哪 是过了今年春节以后 我又跟那个 新浪板块的那个 小姑娘 就就 又问这个事 然后我才发现 我账号里有五万多块钱 四五万啊 那时候过完年 然后包括过年期间 我比较闲 还有像美妈什么之类 又帮我推广之类的 就是她觉得 可能还是有帮助嘛 有帮我推广什么之类 然后这样粉丝多一点 我就很努力的再写 然后 后来发现就是 我之前也不回答问题的 你们可以往回心看 我只是偶尔 有一两个回忆下 后来我发现 尤其过完年 我真正的新粉 它们是零基础 甚至是大部分是负基础 就是它们买了 就是它们可能 亲戚说有买了一个 最烂的房子 就在我心目中最烂的 像我后来 我为什么把那事情 给简化成那个样子 就是说 我说 就十二字 就是这个 优质城市和情位置 加上这个租代售卖 这些 又把这个框架 画好之后 它们这个框架 那努力 是不会出问题的 如果它们 在框架以外 会出问题 因为说 你这就胡说八道吧 我那房子不长 不能租 但是因为那地方 又建了一个 比方说 我那里面建了一个车站 我那里面建了高铁 我那房价就涨了 你这么胡说的吗 是 我知道这些 就是我也解释过 核心位置 也包括未来的核心 因为城市的核心 也会迁移 但是对一些新手 其实对我这种 保守的投资者 我是绝对不会碰的 它未来的核心 的确会发生 也会涨 那是未来 那是不确定的 一朝天子消沉 你换一个 领导一换届 可能就改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 风险以内的 那个框架内去做事 这就是一个合格投资 要不怎么说 金融思维呢 我说要先讲 我们前两天 办公室刚才说 装修好了 要不去买点纸巾呢 就我们吃完饭之后 买点纸巾 我们两个小朋友 是女生啊 他们就会告诉 刷传不说这个事 就说他们就会 我们就会有一个事情 那以后再讲这个事 其实你在金融思维 你有这种思想以后 你在任何地方 都的判断 都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说就是说 我说那个 不是保守投资 这个不叫保守 这个就是一个 理性的投资者 就说我只做那个 没有风险那个事 在没有风险之内 我再去做往前做 我们不是赌物 你想我去买一个 房价会涨的地方 就是我买一个房价 有可能会涨 现在有很便宜的东西 这种东西就少 特别少 就相当于说 现在有个那个 福利彩票就是这个东西 对吧 你花两块钱 你买中了就有五百万 对吧 我们也每一期都能看到 很多人在开价 你看看每一期都有 你看咱们那个 红池会 或者是咱们的 那个福彩中心 基本都连窝端 对吧 福利会 忘了 他们基本都连窝端 为什么要 就是他做的东西 是给你看的 对吧 就是我们以前 谈论那个 性存者偏差嘛 对吧 有一个人活下来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 这个人活下来 在说什么 但那些死的人 你是看不到的 对吧 房价从八千 涨到一万 一大群人 蹦出来告诉你 说那个房价 我之前我就说 它会涨啊 你看现在八千 现在一万 他跟你这么说 从一万涨到两万 它吹得更凶 更凶 然后房价从 吹得更凶会怎么样 你又亲戚所有的 就历史证 花十块钱买了个东西 然后因为也赚了 然后也 它吹得更凶 你又亲戚所有 花一百块钱 又买个东西 这时候呢 你就可能从一万 一万 就是从一万五买到了两万 你也涨了很高兴 然后因为有一点点小变动 从两万又回到一万 或者回到一万五 那你就倾下荡产了 对吧 你要想想 你当初只是 一个单位的财富量 赚了百分之二十 或者百分之百吧 你赚了一个单位 你第二次是用了十个单位的 财富量去投资 它跌一个百分之五十 你就损失了 加之前那个 那你就损失了四个单位嘛 但你的总财富量 只有一个单位啊 你损失了四个单位的财富 你就永远没有机会翻身了 尤其年轻 就是尤其那个 年纪大一点的人 所以说年纪大一点越来越保险 就是我们事发有风险 先把风险去掉 中国真的很大 对吧 我们说有这么多经济圈 有这么多城市 有那么多人口 中国那么大 你为什么要去 一定去找 出去去买那个最差的 不是 风险最大的房子呢 先回避风险 然后再考虑效率 然后把这个 你再把效率优化 优化到 就是我们说 那个还折子那个事情吗 就是把子对折 圣经那个子对折 四四五十是吧 那就到月球了嘛 上次有说这个事 就你想办法 把这个对折的速度 快这就行了 我在文章里面就写 房价上涨一倍 我带出来 可以再买一个 对吧 可以再买一套 同样的 就是我一百万的房子 我有一百万块钱 我可以买三百万的房子 然后房价上涨一倍 我就有六百万了吧 六百万这里 这三百万 我可以贷款二百万出来 我再去买个六百万 所付的房子 这样我就有两套六百万的房产 一千二百万 你看这个漏洞在哪里 当时也没有漏洞了 对你们初学者 这样好好理解一些 一百万到 比方深圳的房价 大概就是三年多号 就平均涨 它每年涨百分之二十六嘛 三年左右涨一倍 然后就是说 你从 叫什么那个 一百万 你从零 你可以拿到一百万 这个事情我们是很容易做到的 对吧 后来我从五十万就开始嘛 拿一百万到 从零到一百万 也许你正常人一年就拿到了 用不上一年 然后你从一百万 到三百万资产 你就是在一年之内就搞定了 你们打算就买房子了嘛 前面这些事情会做好 然后你三年以后 你就有六百 你房价涨到了六百万 然后你再买个六百万资产 你就有一千二百万 你从零 一年之内买了三百万的房产 三年之后 有一千二百万的总资产 这是讲总资产 不是讲净利润 你只用了三年 你就做到这个总资产 这里大分是负债嘛 但你可以再忍三年了 几半经济降书 你也五年就好了 你一共就八年 你的房价如果再涨一倍 你这一千二百万 可能是要涨一倍的 你就赚了一千二百万 也就是说你用八年 最稠的速度 你可以做到赚到一千万 对吧 就是你这纯利润一千万 你二百万要付利息嘛 这是你要 这就是你要努力的方向 但实际上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就这么做 我非得八年等到一千万 但是你八年能赚到一千万 纯利润的人 其实就很少了 就是你正常 如果你打工 是因为没有希望的 所以说任何人跟你打工 怎么赚钱呢 什么工资赚钱呢 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不说八道嘛 怕那个断购的事 这个事就是我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要么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付费 而且我说这个费用很低呢 你正常情况 如果是一个人出九千八 你加俩零 你让我给你做事给勾销 我也不见得有空 就是我们现在 这就是个事业吧 哪去了 我们好像说跑题了 就是说如果 我们说这一千二有事 如果说你这个 你到了一千二 等就是八年以后 你可能又翻一倍 那你可能赚了一千多 这就是你经营好自己 就可以确定能拿到的 那具体你再往上怎么翻 我们再算就好了 但实际上 我们可以加快这个速度 比方说 因为有我的 有我刚刚说 那个怕供不了房子 有我的帮助 可以说 帮你降低 尤其你前期腿短的时候 让你跑得快一点 你出这问题 你面积小 你事情很少 我也 就是说你的事情很小嘛 那几万块钱 你搞定 你有房子在这里 我也不担心 所以说 我帮你解决 短期的问题都能 但是首先 你得给完全感 你不能一张嘴 就说来 那个一种 借我几万块钱 这个点扯淡的 就是你有相应的保障给我 或者我们从头配合都很好 我知道这个人没问题 那这等 这我也解决了 嗯 我们说我后来写这个 我是说是不跑题了 就是说 我们说 后来等这个 我发现大家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就很努力地再回答问题 你们仔细看一下 我一天休息的时间 这四个小时 不是十个小时 我一天大概就休息四个小时 哎呀 搞得我筋疲力尽 除了要回答那些问题 还有很多私信嘛 有的你看着就很痛心 就是你会问他 他说我买了一个房子 比方说 就是算了 就我们不举个力了 这很容易刮到同行 不合适 就他买那个房子 名字 那种经济不增长 绝对不增长 甚至是负增长 这些年都是负增长的 然后说 价格又死贵 我以前就有一个 那时候我还没有开这些东西的时候 一个粉丝啊 我在那时候深圳的商住 也就最多两万五的时候 他在张母头买两万五 他一直试图说服我 然后 我就是你不要说服我 我说我说的 真的不是我说的 是因为经济规律如此 我就是这个经济规律告诉你 你同意就同意 然后就是拿另外一个大位压我嘛 人家这么什么都那么说的 人家说这能涨四万 我说能 四万这个事能涨 这是可能可能的事 但如果你真的是十年以后 这涨了 涨到四万 那深圳十年以后 那可能就 你如果按我过去的经济增长的话 三年它都涨十倍了 是吧 就是涨了三倍嘛 三倍就是十倍 这个是计算方子 就是你一万 涨到两万 用了三年 两万涨到四年 涨到四万 又用了三年 再涨一倍 就是四万涨到八万 这用了三年 就九年了嘛 八万再随便涨一点 一年时间到十万 就一万涨到十万 就涨到三倍 就是每年涨百分之二十六左右 那这个就很尴尬 所以说 有 我不知道那个 就他找到老师 是不是因为就是 有什么特殊才能 因为我觉得那种 就不具备那个能力 你和深圳 那个价格跟深圳是一样的 你作为像张木头那种 东莞张木头 大家如果是远的 可以看一下 所以说他一直在 就是一直在说服我 我说你切记不要说服我 因为说服我没有用 你说服我房价也不会涨 我又不能把房价弄涨 后来这个后来还冷嘲热讽 过我一段时间 当然我也没拉开头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但是他也没骂我 我就可以了 时间会证明一切吗 你像深圳的房价 那时候两万 我现在应该也能失望了 就我说那种上住 那你想一想 我不相信张木头的房价 会涨到失望 跟深圳的涨到失望 一样 这个肯定做不到 就是因为我经历了这些 就是我在后台看到 我有时候有截图 大家看一下 我有多少失信量 有人说你那都点赞 对 因为点赞你碰它就消失了 就是你有一万个点赞 你碰一下它也消失 但是私信和其他 就质量太大 然后我看到这些东西 之后就 的确是我们个人 个体没有这个能力 就是我说这种 我们要一个购房者 是个非常的弱势群体 去面对一个门店的 他那种小桌房经营 他们就没有太多原则 这个真就不是中介坏 我们一直不承认人是坏的 就是他是自私的 他反正我就这个客 我都多赚一点 尤其他你专业自私不好 我会那两句 你就听我的了 所以说这个他们 我们要一旦组团 我们谈判条件会好一些 另外像我这种专业知识 不会让你去找那些不好的 所以说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大家另外付费 是另外做一个实操的事情 这个实操就是要保证 我活下去 前面有解释了 对吧 要保证我们未来的服务 能做下去 然后我们拿到的资源 会更好 你签个信用卡 都可以让银行的人过来 咱们50个人坐在这里 以前就完事了 对吧 吃个饭咱要走了 然后你的额度都很大 然后银行 最重要对于银行是好事 银行不用筛选 你们这个群体会不会骗我 如果你一个人找银行 银行怎么想 对吧 肯定是你能给你批10万 先批你给1万 你先用 对吧 你用好了 我再给你慢慢提 反正他又不着急 但如果我们是个群体 他就 这就足以说主途玩 这种是好事 因为我们把这些人 带出去以后 才会对原有的会员 造成帮助 就是说我可以再往前写 因为我们总不能 就写到这就行了吗 因为大量那些东西 你不回答真不行 有的人就会问 你这个人怎么一直写 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没什么内容吗 是 因为问的人就问了 一加一等于二的 他问一加一等于三 也不会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所有人 在座的任何一个 最后立的 不是说着玩的吧 就是在座的所有人 都经历过一加一等于二 一加一等于几的年代 对吧 大家都一样付钱 对吧 都九年一会教育 你虽然你现在 已经上了高中了 你有个高中的水平了 但他就是进来 就问一加一等于几 你说我说 我当老师的 我说你不知道 不要问 这不就要扯吧 所以就是要告诉他 这问题是 你看我们会员 是一直在加的 我前面也圈过一次 我说我长假 你赶紧过来是吧 我本来以为价格 涨到一定高度 就没有人了 其实涨到三千九的时候 你们仔细看一下 还是等于四千块了 还是有 每天还是有几个进来 他们进来之后 第一次就是问 我有五十万能买什么房子 我们那个 或者是我有 就是我没有钱 我应该买什么房子 这个不是这么多的吗 所以这次 我们跟所有会员要讲 我们把所有所有的 问题列清楚 给两个 现在先给这两位 因为新来的人不知道稳不稳定 不能让他们 就他们也不想直接跟你们联系 就先让这两位管理员 跟你们写 详细的 我的所有的资源都写进来 哪怕是你们曾经买过一份保险 对吧 我老公有一份保险 我婆婆有一份什么东西 或者有什么房子 你有所有资产能写都写上去 就你能调动的资源 我们投资比的是调动资源的 就是投资比的是比资产量大小嘛 资产量大小 不是你我都有多少钱 是看你能调动多少资源 比方我是公务员 我是国企五百强 虽然我是个月光族 但是我在五百强啊 那你可能拿下一百万 就是瞬间的事 可能就稍加 稍加修饰就能做到 我们修饰啊 我就是一直说嘛 我们不是要去骗人 就像女孩化妆一样 我得首先得 首先得是个漂亮的 对吧 你长得再漂亮 一天树面朝天 或者你自己不去找 你能找到男朋友吗 你找不到吗 你去找银行 就是银行选你 和你选银行是互选的 你俩就 你就是要去找男朋友 就你找他一笔贷款 他就是在 他就是 或者他就在嫁女儿 你俩个人就是要 互相都要看好 你至少要 我说过 银行只有两件事情要做 第一件事情是要 保证他的资金安全 这个是我们不做恶 就安全问题就已经没了 就是我们用来投资 又不是用来那个消费 所以说 这我们没有这个安全问题 第二个对 你要成为富翁 第二个就是你要有偿还能力 这些事情我可以雇佣你吗 这个事情就能解决 你看我们这里有几十间办公室 可以随时扩张 这没问题 怎么老跑题呢 就是说 我是因为看到这些问题 开始做到现在这个样子 而且我在跟你 跟大家说收费之前 我这个场地我已经找了 我不知道大家给我多少钱 对吧 所以我就说了 因为新浪分账的速度特别慢 我到现在就拿了十多万块钱 肯定不到二十万 我随便花的钱 不止这个数 我是希望领着大家 因为我前面有送中的学费 我知道他会来 所以说 我要求 我是要领着大家一起往前走 不要想着说 因为我跟别人做超级 我变成个中介了 然后回头你们的教学不做了 不是那样子 是有一些人 他就是小学生水平 这时候我需要找一个大学生也好 或者大师也好 你去教他 你一对一的 类似于一对一 你先去教他 然后我再去往前面做事 要不做不了 对就是要拐回来 就是老拐不回来 我这个思维太跑题 大家别介意 我们以后就这么聊天 有什么问题你就提出来 或者头一天 你们就可以给那个小陈 或者小鱼 或者小隐 就你们找管理员 你说我有什么事情要做 是 我以前就是讲课 就是跑题 老跑题 后来我觉得我不适合干这活 没办法吧 这不刚刚看到都有人来了吗 就是我们现在 我已经 昨天已经 选了人开始 往那边再增加人了 就是我们现在这两天 我们离开业 还有 这还没有正式给呢 昨天晚上加班太晚 就工人没来 就是说 我们到开业还需要 正式开业 因为拿到执照 才能正式开始做事吗 不能拿 没拿到公司执照 也不太合适 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就说22号 还有多星期 我们这一个星期之内 会把我们所有交费的 这些人统计 统计好之后 我收了100个人 我就想办法找10个人来帮忙 加上我们三个 实时经历充分的 然后最后做完方案 由我来 由我来来 再稍微把把关 这样子就很快就做下来了 因为做10个人的方案 这不难嘛 对吧 然后再给他们配两个助手 负责打电话呀 或者负责沟通 而且也不见得 你这100个人 同时我都要一套完整的方案 不会的嘛 有一些人很理解我 昨天有人交完钱 就直接告诉我 说你立正 我那个交了钱了 但是我不着急 你先把你的事处理一下 这不就挺好 如果你特别急的 你就赶紧联系 这个事情 即便是他们做不了的 我也会马上做 如果 我这个是个比方 你说那个10个人的事 那这个地方还是有那么大 我看一下 你看那个走廊 就能往下 那就算了 怎么看也不行 不方便 对 就是我们按这个比例 去做事就行了 不要想那么多 多隔出来那么多房间 是将来会分成不同的部门 因为有一些人真的需要 通过我雇佣他 这是公开视频 大家想清楚 就是说我要通过我雇佣他 让他有一份深圳的固定的工作 然后他有了固定的工作 那我就要给他有个部门嘛 比方你这财务部工作 对吧 我得有那个部门 我得有那个门牌 我得有你们来上班的凭证 然后我得给你们发工资 我得让你的收入够高 我得让你在银行那里知道 知道 就我真供应也没有问题 这没有问题嘛 这不是个什么事 是 所以需要结婚大一点 不 这也不 不需要是我一个人的办公室 怕什么东西 我需要多大 我就 我就扩得大就好了 但是我昨天回看了视频 我发现你们看的视频 和我现在看的视频 是不太一样的 我现在看的速度有点快 你们发了什么东西 就不知道 你们最好有什么特殊的事 就正常咱们评论聊天 可以抽个热闹 但是你要有什么正常提问 就去找那个小鱼和小尹 这样子他们可以这么提给我 我这么看不到 我再进来的话 你就看不清楚 我也不行这个速度 它是速度快 我再进也没有用 我再说会有一个 9800的服务吗 还是有人问这个 还是9800的服务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行动力 或者阅读能力 或者我写东西不好 就是那个不是 就是文明不好 看不懂 那这时候就需要有人 去带着他往前走 我们就是研究生的实习 你可能毕业 但你可以跟我们一起 参与这个实习 因为实习是最好的 比方我给你指路 我就说以深圳为例 你在这里坐几路公交车 对吧 或者搭哪个地铁 到深圳北站 然后买票到北京西 北京西以后 对吧 你在说你在坐哪一趟车 到哪里去 大家听清楚了吧 对吧 也很简单 但你会不会去 大部分人不会去 就是我说 北京那个 你到那个地方 到那个王府井 对吧 你到了王府井 你到了那个大东考压那里 就能拿到一千块钱的好处 那一千块钱有没有 有 确定有 我绝对不骗你 我给你一万块钱保证都行 但实际上你这么走一趟 去拿那一千块 会不会去 你可能就不去 但是成本我都给你报销了 就是你白捡一万一千块钱 可能有的人也不会去 就不知道怎么坐这个车 是吧 这时候就需要有人领着 我们现在就是要领着 我们裹挟了 就像一群大烟往前飞一样 就是说 要一些领悟能力好的人 和真的有十毫经验的人 带着大家往前走 没事 那就是说 是我们新来的会员 不会马上公布现在 前面公布那两个 因为他们本身是会员 我没打算做这个事 他们就是看我写文章 他们觉得挺好 那就是说 想花了钱 大家都是一样的钱进来的 我又改不了是吧 我改什么家 他们进来的 然后他们是 觉得我那好 所以来进 因为我们私下里就有认识 所以他们愿意公开 我也知道他们什么样 新来的会员不能马上公开 就是说 他不知道适不适合呢 对吧 也许 就是有的人网上的样子 和实际上不一样 这不是说人坏 就是他可能表现得很好 但他在实际工作中 可能不见得适合 我指的是秉赋不同 没有说那个谁 好坏的一个问题 这样子我们找到一些人 他们工作也稳定了 也确定 就是事情也能做好 工作也稳定了 我们就会往上宣 我们就会像他们 这些其他人一样 我就会宣布说 哪个哪个是我们的人 你们可以就是互相互相沟通 现在真不能 现在你一沟通 一是人家也不同意 二是我也觉得 这还是有风险 这不合适 是就什么 就是他们表现好 不全他们表现好 就是适合 这是刚刚看着 这还看着 我在上面也能看着 这也是 我一直看下面 定睁看不着 上面看着 结束 可能我觉得这个量 一旦超负荷了 就得结束 现在就是很便宜 你们仔细想想 9800 就是找我帮你们评 评估风险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够了 你能找到一个很实际 很实在的人 你信任的人 在网上现在 你不觉得能信任的人 我自己都觉得不算太多 对啊 我能帮你 我至少把你 把所有风险给你解决了 具体哪一步都会 要你教你做 刚刚说9800干什么 就是说哪一个步骤 你把你的所有事情 写清楚 你会什么你就说 你不会我会 你也不用会了 其实你最好不要会 为什么我对 本行业的人 不太感兴趣 就是你会的那些东西 真的有的时候无效 他有效的话 他就比我付了 钱就很准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这时候就是 你就把你所有的情况 写清楚 就是你能拿到 所有资源都写清楚 只是能给你用的 我说你的公务员身份 你的500强身份 你打个理想说 我大学刚毕业 对吧 我有什么信用卡 不良记录 或者我有几张信用卡 什么额度 或者说还有其他 你都拿到什么资源 你都写清楚 你就好列长 列细一点 我们会有专门人来阅读 这个事 所以这为什么要加人呢 就是他要阅读你清楚 然后我们再把你所有资源 组合起来 然后再去看你拿到什么 刚刚说说就跑 就说如果说你稍微有一点资源 一年之内拿到所付款 这个是绝对做得到的 但担心的是你信用记录不好的 或者小白 白这个事 还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什么就是白 有人就向我标榜 我说不是有人 有好几个人 我从来没贷过款 怎么样 我这个基础记录好吗 我告诉你不好 特别不好 非常不好 这个你稍微贷款 你就知道 因为银行识别你的能力 就是识别你的成本太高了 他 你出来没跟我打过交道 我怎么敢把钱给你 你只有给他借过钱 你又给他利息了 哎呀 他已经还钱了 他就说 那这个人就可以多借一点 多借一点呢 你又还了 他就敢多借 所以说我说 我们刚刚说这个策略 之前说过这个策略 就你在哪个公司走流水 你就在哪个公司办信用卡 办了信用卡 信用卡的钱 可以再去多借流水 然后再去买理财产品 那银行一看 你看这个稳定的债务 有几个月 一直稳定的收入 然后信用卡 使用记录良好 然后他还要买理财产品的闲钱 你想想 你要是银行 要不要给这些人的好处 不是给好处 就是安全嘛 他不就这两件事嘛 一个是要安全 一个要偿换能力嘛 你只要 你有个半年的收入 在那里 为什么银行只要半年 就是你今天突然来找我 办事 我就看你半年前 干的事行不行 对吧 这样你就把这个 他觉得你好 他就多给你卡嘛 对吧 给你卡 你当然就有办法 这也是一些资源嘛 你就会有更多钱 你有更多钱 你就可以买更多的理财产品 有更高的工资 你有了更高的工资 有更多理财产品 然后你有一些大城市 主要是吗 像深圳的工作和社保之类的 你就更安全 那时候你就很好拿到 这些首付款嘛 然后首付款你说 没有什么问题 千万不要老 认为说这个杠杆高了 怎么怎么样 我就一直说 你们那个小 你们那个几百万的小事 不会怎么太大 你也就是个月供的事嘛 从今上几万块钱的事 对吧 你了不起 你有个意外 你的信用记录出错了 或者是 你出了些什么问题 你重新做 你半年也搞定了 但你不能违法 这一违法就很麻烦了 所以我不说 让大家认熟吗 我在那个文章里 什么事都要认熟 上次我跟人吵架 是因为 我是有通过这些事情 能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我也不会面对面的吵 一开始我是真的很气 就是说 能让有很多人的心智 就是说 我刚信任一个平台 我刚在这个 刚刚在这个平台 做一些事 然后 那个 这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 说你对吧 你骗人 他又不说理由 我就说你们找理由吗 他们不找 所以说 我是担心他误导了大家 要不这个不会说 对 不说这个了 所以 那一个小时了 我们就先不聊 我有时间再上 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这么提 要大方向就是说 你要把你所有的资料都弄清楚 弄清楚 我们会按这个来 为什么说我们不去做那个 叫什么 我们不想去做那个 就是做那个 提问那个问答 那个就做临时通道就可以了 现在有两个管理员 你们直接找他们就好了 因为你在那里提 你提的东西很少 我不敢多说 我说多了 你可能做不到 我说少了 我又怕误导你 所以就弄得我很纠结 我不好判断 这次你就 既然是参加这个活动的人 这个活动不对外 这个不用想了 好多人问我 对不对外 就是这个 这个想都不要想 因为没有参加 这个活动 就是没有 买我们会员的 对我们 基本上就不认可 这种不认可的人 其实你跟他说什么东西 他都觉得 他会不爽吗 是这么回事 他理解不了 而且他也很累 你突然间你说 你一毛钱没有 你带一百万的款 你就去买了一百万的房 这个可能 在政策上 都有点违法了 不违法 就违反政策了 那就不合适 那他也心里没底 他活得生不如死的 那就投资的意义就不大了 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投资是说 我们这个理念知道 我们负债高了 我们是划算的 就刚刚说 你那个钱多了 会被吸死 你债务也被吸死 所以我们不担心 这个负债高的事 因为你负债高 你有资产的底的 资产是往上涨的 负债是往下降的 一个降一个涨 你本来就会越赚越快 所以为什么不说工资 工资就是骑驴 不是那驴都没骑 你就等于说 用生命再换点钱 就像跑步 你练马拉松 追那个追高铁 有人说 你的工资要怎么怎么够 你说我要练马拉松 有人就说 你跑一定要跑得快 你最终跑个高铁就行了 但你要想 货币就是那个高铁 称称地往前跑 对吧 他称称地往前跑 说我要你说 存几点钱 这不扯了吗 对吧 我之前写过一个怎么存钱 那个方式 是因为要自律 自律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拿了钱 他不自律啊 拿了钱之后 他真的就去什么了 真的就去 对吧 你买产票去了 这不扯淡的吗 你买产票的人 他可能还瞧不去我呢 你看我两块钱 做五百万 那这问题是 进行扯边差吗 那是 中的的人 你看到了 后面有千千万万 没中的人 你看不着 对吧 还清家当产的呢 我们现在就是要做那些 安全的框架 就是边界范围以内的东西 我们不要超过这个边界 永远不要超过 就我说那个 就是你有些事情 能量是守恒的 你知道能量是守恒的 就不要去做 那个能量不守恒的事 对吧 你老想着发病 有动机 那是脑子有病了 就是我们在现有的 这些所有合理 合法合规的东西 我们怎么样 加快那个 纸张对折的速度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是 就是你腿短的 我要你快点跑 你出问题 我们能想办法 然后你腿短的 你已经上了高铁的 你就不用跑 跑什么跑 你怎么跑 不也就 它也有头的嘛 当然财富是没有头的 钱是越来